大家好,我是趙怡恒 我回了BB和教會已經有一段時間 時間過得很快 不經不覺我已經在B2成軍 等74分到5年了 還記得小事時候的我一年五節氣 什麼都不懂 到現在我可以站在這裡和大家說話 小事時候的我每個禮拜都會期待我星期六的樂樂 很想星期六快點來到 在途中我都有想過放棄 但是我媽媽不給我中途放棄 所以從小到大被我媽媽說我沒有恨心的我 竟然會堅持到現在 在BB入園 我有了我很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露營 第一次用Cookset煮食 第一次遠蹤 第一次玩游力球 第一次被人罰 罰鴨仔行 這些事都成為我黑掘命心的記憶 不輕而忘記 在中級組認識了很好的朋友 一班很好的隊員 在BB入面 我們的感情變得很深 我們試過一起笑過 試過一起被人罰過 試過一起碰過 不單單紙集隊的時候 連平時放假 我們都約出來一起流冰 一起看電影等等 七十四這個分隊 是一個很快樂的分隊 給了我很多歡樂的回憶 記得有一次露營 有一位露營 就負責煮早餐 他就找了我一起煮 開始的時候就沒什麼 但是之後他就不知道 去哪裏拿了兩盒日清美的煲 回來 一盒是芝麻糊 一盒是渣渣 接著他就很順手地加入 那盆在煮的通粉 還加上雞蛋 說都是法式麥魚汁 魚隻雞蛋通粉 還叫了那隻自己 準鐘祖師吃 我看著那盆Honeyman的東西 那盆準鐘祖師說好吃 我吃了之後那陣味 嗯…不知道怎麼形容 令我最難忘的就是上映暑假 那時候有一段時間 我差不多一天回來教會 一方面我是要回來幫忙 一位中士就是三話 幫忙搞暑奇境 聖經班的預備工作 另一方面 是我有份幫忙搞BB的下令營 我幫忙書貼聖經班的工作 就是每天在那裏剪貼紙 但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剪貼紙也剪完了 我剪了好像差不多 有一 差不多 兩個禮拜左右 好像越剪越多 還有活動室那幅牆 通常就是我幫忙貼一些貼紙上去 通常一做就是一個下午 那上年夏令營就是我第一次大遊戲 阿Sir是一步一步地帶著我來思考 由一開始什麼概念都沒有 慢慢一個遊戲的完成 成功感很大 但我都明白到要搞一個活動要多辛苦 當然也有很多快樂 回來幫忙 Petreat等等 夏令營期間 我們小聲龍處不在 在夏令營 我們做過很多傻事 例如我們什麼事都說 拿營 將阿Sir的腳埋在沙漢的沙堆等等 這些無力頭的事都成為了很難學的回憶 有一個好適的事就是 我初級組的時候 就沒有去過BB的夏令營 直到我中學才去的 現在回憶都覺得有點後悔 為什麼我那時候沒有去呢 但是時間是沒有辦法到樓的 所以我現在會直接地參加BB的活動 以上的經歷 令我成長了很多 都令我體會了很多 這些經歷給了很多難忘的回憶 同時都令我明白到BB的好玩之處 不僅僅是遊戲很好玩 專長很有趣 而是一班導師 一班隊員的投入 如果我沒有導師的策劃 隊員的參加 活動就可能搞不成 最後我希望我可以在這個分隊裏 繼續學習 繼續成長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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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